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 我是比特鲁哥是小马 今天呢 咱们继续打 勇者斗尔龙建造者的 第26期 上一期呢 咱们修筑了一个钢壁 用钢的防守的一个墙壁 好 今天呢 咱们继续从鲁鲁岛接任务 我看看他现在有什么任务 咱们跟他说一下话 他说 咱们现在这个小阵影发展了 然后呢 和这些妖怪的决战呢 马上就要到了 他说咱们这个 钢壁呢 已经完成了 咱们这个小镇呢 更加的就是说安全了 虽然我想这么说 但是呢 也不能够满足 毕竟呢 咱们应该让这个小镇呢 变得更加的强大 然后他说呢 你利用这段时间 再把咱们小镇呢 稍微的发展一下 他让我继续发展这个小镇啊 我看看啊 他说 你可以做一间新的屋子 让这个小城镇呢 更加的充实一些 我知道 他让我再把这个小镇级别 再上升一下 他说呢 可以做对抗妖怪的 一个防守的设备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呢 可以自由的发展 在那种小城镇 作为这个建造者呢 也多积累一些经验 大概是这样啊 好 那么咱们下面的任务就是啊 把具体变成第四级 那好 那我在屋里放上东西就可以啊 我先看我能放什么 啊 这有一个生菜 这个生菜是吃的还是放的 咱不知道啊 我试一下 我看他能啊 是吃的 那正好那我把它吃了吧 正好我肚子也饿了 啊 有时看不出来是放地上的 还是可以吃的啊 我看还有什么可以装饰的东西啊 啊 这有一个火盆 这火盆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可以增加一百个这个分数 我把它打过来 这样有五个呢 可以增加五百 然后还有什么可以装饰的 我看看啊 嗯 这瓦片肯定是不行 这个火把肯定也不行 这太少了 没有必要 哎 这个桌子应该没问题吧 这是从这个厨师那弄来一个桌子啊 好 咱们先放个篝火 跟那个桌子啊 桌子我看就放到这个角落就算了啊 哎 这个地方 走 增加了吗 啊 增加 好 接下来咱们放篝火 这一个应该是一百 那么咱们又增加五百 一 啊 增加一百啊 没问题 二 再增加一百 好 咱再放三个 哎 放三个 增加五百 好 然后 我看还能放什么 好 咱们大仓库的整理完毕 然后咱们接着放啊 首先 咱先放这个肉盘 肉料理的盘子 他一开始以为是吃的啊 到时候我一查是用的啊 好 咱们接着再放三个宝箱 一二三 哎 够了吧 ok完成 哈哈哈哈 很简单啊 原来放东西就可以 好 看看哦 不离想在这儿睡觉呢啊 啊 他在这王的床上睡觉呢 啊 很可爱嘛 嗯 不错不错 哈哈 啊 他自己跑这儿睡觉来了啊 那回头我在这个屋子里面打一个那个女性专用的那个那个壁挂算了啊 我看看有没有素材啊 如果有素材的话给他打一个只有女孩子可以进来的这个一个标记啊 啊啊不够啊需要一个染料啊 那我给他去做一个染料好了啊 咱们打这个壁挂 以后那个屋子呢 就是女士专用屋啊 我去给他打这个染料啊 这小妖怪真烦 真不理的 我看看啊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生产染料啊 这个地方咱们先生产五个染料 那这个食材都够啊 材料都够 好 然后呢 咱们去打那个女性壁挂 哇 这个小妖怪是烦死的 不过还好 他这个小妖怪攻击力不是很高啊 算了 那我把他打掉吧 我老追人也烦人 ok过来帮忙了 好 一下费22啊 挺好的 好 咱们现在打那个女性用的壁挂 嗯 啊 这个地方材料都够 好 咱们马上把它打出来 好 咱们马上把它放到坊间里面去啊 我看看 放哪个位置比较好啊 那应该放到 床头 啊 算了 放到这个正面吧 这篝火旁边算了 放到这个位置上算了啊 这样一进屋就能看到这个壁挂 哎 我得下来放是吧 往上走 哦 好 哈哈 还能增加100个这个分数 太棒了啊 嗯 接下来咱们还接伦伦多任务应该是啊 啊 不是 应该向他赴命 好 我看到说什么 啊 他说干的不错 咱们城镇又发展了 作为建造者呢 你也成长了 啊 他说啊 我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呢 要跟你说 啊 那什么事吧 他说他终于 呃 读明白了一个事儿啊 找到了一个事儿 就是说在他的秘籍里面写了一个最强最大的防壁的做法 应该是啊 他那个名字叫做 梅鲁基督 梅鲁基督之盾 他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防壁 他说只要有这个的话呢 不管有什么妖怪袭击过来 咱们呢 都能够保卫小村 咱们曾经的都市呢 梅鲁基督呢 可以完全的复活 我这么厉害 这个东西啊 靠一个盾就能复活 他说 但是 凡事就怕但是啊 他说他这个做法呀 书里呢 并没有写 啊 他光写了这个梅鲁基督之盾 但是怎么做呢 没写 他说呢 所以现在呢 我虽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但是呢 咱们还做不出来 嗯 只有一些个制法的一些个小的细节 嗯 我呢 把它传递给你 如果是你的话呢 那也许在什么时候呢 就能够想到这个 这个梅鲁基督之盾的做法 嗯 我相信你 他相信我能够自己想起来啊 哦 他现在正在告诉我那个做法啊 嗯 想到了吗 哦 我得到了三个钢块 看来还没有想到 哦 那算了吧 不 好像看起来要作战了哈 我现在看一下装备点啊 哦 我还得弄一把大锤过来哈 三把剑没有问题 然后防守也没问题 应该可以作战 但之前呢 我先把这小镇修补一下吧 嗯 前两天啊 这有一个皮毛哈 前两天被妖怪破坏的地方 啊 像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简单修补一下啊 这床也掉了啊 那我给他打一张床 然后呢 把这个墙呢 给他修一下 我先把墙给他修好 土块看来 嗯 效果是不好 我会都不行 有时间的话 我之后面都给他弄成一张成墙的 这么一个 嗯 房子 相对会结实很多 开发再帮我杀敌啊 真是好孩子 看看啊 嗯 这有床 好 这刚刚我收过来的那张床 好 咱把它放下 OK 咱们去放床 这小妖怪怎么进来了 对 镜上开发帮我杀 我万一误伤的话 这墙又被我给砸碎了啊 好 咱们把床放在这个地方 好 这还有羽毛 把它收掉 接下来应该就可以作战了吧 我先存下盘啊 请稍等 OK 存完盘之后呢 咱们找罗伦多 咱们进行战斗啊 罗伦多该起床了 起床 好 我看啊 他说这个妖怪的大军呢 已经杀过来了 我天 他说呢 还是这个妖怪呢 发现了咱们小村上在发展了 所以呢 就压过来了 咱们为了打倒这个妖怪头目呢 必须要准备 所以呢 这些个妖怪呢 咱们绝对不能放过 把他们要赶走 问我作战吧 作战 哦 开始了 大家都行动起来啊 我看咱们这个钢壁 效果怎么样啊 我看 我上不去 我这儿可能还得再搭个台阶 哦 果然过来了 我搭个台阶上去看啊 咱们站在城墙看 哦 我现在那个铁刺在起作用啊 哎 不过有好多铁刺 好像被这个妖怪给打掉了啊 已经从地上掀起来了啊 但是基本上铁刺还在 它最好 我能把它引到这边来 可能好一些吧 哎呀 它 它会过来吗 我试一下 我还不能掉下去 我把妖怪往这边引一引 哎 这好多铁刺都已经掉了啊 嗯 难道他们可以打铁刺吗 他们打不动城墙 但是可以打得动铁刺啊 就是说 不过还好 目前呢 进展的比较顺利 妖怪都被我的铁刺所刺伤 刺死 好 哎 那边好像有一个旁人大物 要杀进来感觉 不好 它杀进来了 我看一下 哦 这喷火的神像真厉害啊 它不光喷我 它原来也喷这个妖怪啊 啊 地上的铁刺呢 已经被这妖怪 给掀起来了 我不行 我下去一会儿 我得修 我得修几个铁刺给它 好 咱们现在下去 我得放几个铁刺下去啊 哇 赶紧 哼 有好多地方都不让放啊 哇 这 这自己人 看清楚 妖怪那个人不喷火 甚至连我也喷过 天 还好 我放几个铁刺 我给它一回旋掌 哇 天哪 这妖怪太迅猛了 哥们来帮忙啊 出来了 路伦多出来了 OK帕也出来了 太好了 咱们搁几个一块杀这个妖怪 我铁刺摆不上了 咱们直接用剑来打它吧 好像已经被打倒了 已经全灭 我天 自己人 哎呀 我这个喷火 谁都六千不认啊 我获得一个绿的旅行之门 那太棒了 咱们可以去新的地方了 就说 好 看起来好像这个小村又升了一级 这是跑来一个谁 跑来一个小女生是吧 我看看 稍微是个黑人是吧 好 我跟她说点话 这女孩说 她说 这个地方有温暖的光 是一个真的不错的地方 她说 你的眼神看起来太冷漠了 不过越冷漠呢 说不你呢 越热情 她挺会说话的 她说你现在能明白了吧 这个是一张新的面孔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是啊 你不是新人吗 她说 当然了 不管是这个面孔 全身也都是新的 你从头到脚都是新人 对吧 她说 这个地方呢 有建筑物 有人 还有光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 所以呢 而且这些住在这里人呢 都非常的 批地批地什么意思 这个不知道 这我呢 已经走累了 所以呢 我想从今天开始呢 就住在这个地方 那没问题 欢迎吧 回头打床 她说 我呢 叫 切利口 我呢 虽然什么都不会呢 但是呢 我会察言观色 我天 酒吧女郎 好 那么就住下吧 好 接下来 我把我刚刚得到的那个门 把它摆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绿的旅行之门 我把它调出来 我看在哪呢 绿的旅行之门 绿的旅行之门 哎 不在这一页 在这呢 好 我把它拿出来 铁块应该是用不到啊 它是素材 然后我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在这老哥仨并排摆啊 哦 果然是绿色之门啊 走 哦 我可以去新的场所了 哈哈 好 哦 哦 大家都过来鼓掌啊 啊 不错嘛 哈哈 哎 刚刚来的那个女孩好像也已经换上新衣服了啊 啊 我好像有新任务了啊 好 我和她说一下话啊 小塔 啊 她说呢 你经常呢 帮我们来驱走这个妖怪 然后她说呢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而且呢 你还获得了一个新的旅行之门 她说我呢 从罗奇那儿听说到呢 还是这个毁灭咱们Malokito的地方呢 就是那个石头怪 她说这种说法呢 应该是没有错的 她还这么说 她说支配Malokito这个地方的这个魔怪呢 就是当时的守护神 就是那个石头怪 啊 看来是她 啊 她说啊 终于终于 呃 我终于要干什么 啊 终于作为这个流浪的这个旅行的我呢 呃 要对大家有所帮助了 哎 那你要帮大家什么东西呢 啊 她说我以前在旅行途中呢 遇到一个发明家 呃 我呢 问了她一下关于魔法之欲的这个做法 呃 有了这个魔法之欲呢 那么以后如果这个石头怪来了之后呢 咱们在和她作战的时候呢 是有帮助的 啊 原来如此 用这个魔法之欲啊 我呢 把这个制法呢 教给你 如果你想到了这个做法呢 就做出来 让我看一下 啊 然后她现在把这个做法告诉我啊 哦 然后我想到了如何做魔法之欲 我还是干什么 这个就是利用这个爆炸石头的力量 进行大爆炸的这么一个铁球 啊 就这么个东西 炸弹呗 啊 明白了 好 那我看这东西怎么做 就是做个炸弹啊 怎么做炸弹呢 啊 这个魔法之欲 我想啊 哦 需要一个炸弹石 然后还需要铁块 还需要绳子 哦 那绳子就是那个现隐啊 那个隐子 好 果然是没见过地方 哎 这我箱子 咱给它开一开啊 哎 错了 应该拿大锤哈 啊 这是那个绿的那个路标啊 啊 这路标其实挺不错 但是我呢 一次可能还没用过 呃 因为这图呢 它不是那么大 所以呢 应该迷不了路啊 呃 好 咱们先逛一逛啊 看看这个地方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会不会有龙呢 啊 对了 我想起来 有些网友朋友和我说 就说在前面那个图里面好像有龙啊 我呢 回头去杀一杀龙啊 找一找他去 嗯 也许挺有意思啊 啊 我获得一个上制的皮毛 好 哦 我可以做钢的钢制的铠甲了 哦 那太好了 那我回头做铠甲 然后呢 我找一找龙 等我有时间的话 嗯 可能这个杀杀龙 可能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啊 好 咱们把这儿记下来 我回头去杀这个龙啊 我的天 这是兔子吗 这不是野牛吗 怎么这么大 这兔子怎么这么大劲啊 我的天 这哪是兔子呀 斗牛啊 啊 它有仙人掌 这边是药 这个草原是药草药啊 哦 这边好像还有银 我把这块银稍微踩一踩啊 然后看到矿不踩 手痒痒 走 这是银吗 看不出来 算了 我先逛 哦 这个墙壁上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个新的这个素材啊 咱没见过 我打他一打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 白金 哎 我这去哪了 哎 不好 我这事 我挨到攻击了 哎 我去哪了 我没有血了 不行 我 体面拉之意 我得先回过 我得先回去了 赶紧赶紧 我能回去吗 发生什么情况 居然还能飞回来啊 而且还能平安的着陆 我太危险了 刚才发生什么事 我都没看清啊 血还剩三个 那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呢 先给您分享到这里 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好 也希望您呢 能够关注我的其他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